我不覺得說侯友宜這一次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帶記者去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指標 我們再來看 我也不知道我分析對不對 他新加坡剛剛志森松有講 這個其實我們在一月多就講了 大家都知道說 他出訪的第一站會選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就是可能是九月公司 或者是大家講這個歷史的意義 但是這個是一個試水溫 因為你去美國 我覺得檔次太高 因為你去美國的話 你要能夠見到進到國務院 或是你能夠見到至少州長級 議長級 你才能夠有這個 他要提名以後 才會去美國 還沒提名 所以新加坡只是他一個試水溫 就是試水溫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他現在去新加坡 剛剛講了 你扣掉去頭去尾才兩天 那他不帶記者去 因為記者會高度觀察 看你見到了誰 至少郭台銘人家見到的是 那個麻生太太老是前首相 也是一個勘戰的人物 那你侯友宜 如果你去的話 你只能見到幾個議員的話 我認為會 大家會覺得說你的 就又被比下去了 這個是對侯友宜一個最大的 我覺得他這次比較低調 沒有帶記者去 他就是可能見不到什麼 所以他們一直有強調 他們會見到很高層的 但是大家也在看 到底你能夠見到多高層 坦白講今天用狗 如果你可以見到李顯龍 你為什麼不帶記者去呢 對齁 對啊 我一定帶很多記者去 馬上就就在那邊直接 這個高度的一個關注 不是大家大作文章 你馬上就贏郭台銘了 你見的是前首相 我見的是現任的總理 對不對 對那你為什麼不帶記者去 搞得偷偷摸摸 昨天晚上突然宣布 大家還知道說你要去 我覺得很多的鋪陳是不合理的 其實剛剛提到說 沒有記者要跟著侯友宜去 但是事實上現在最新的訊息 因為畢竟侯友宜 可能是總統候選人 尤其國民黨已經說就是他最強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記者主動要去 這個也蠻有趣的 怎麼變這樣 我先解釋一下 不是說沒有記者跟著去 是他沒有要帶記者去 因為這個如果像總統出訪 他就會找譬如說中央社會找個民視 各大電視台 大家來報名 那報名的話 他就會安排就住宿 車子 飛機 這個 可是看起來侯友宜是昨天臨時宣布的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像我是記者 我一定會想知道說侯友宜 你去新加坡你要見誰 我就趕快去就趕快去買飛機 買飛機票 對對對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跟記者來講 會是一個大災難 因為這個不是在臺灣 臺灣採訪 你要去國外採訪 去新加坡人生地不熟 然後我還要去看一下侯友宜 變得我會變私家偵探 這個我要變真信社一樣 侯友宜去哪裡 都不曉得 另外另外最主要是你的簽證 來得及來不及 因為你那邊是去工作 你可不是去觀光 對 這真的是一個大災難 工作是不能夠免簽的 所以你可以國民黨一個 譬如說你泱泱大黨 一個是總統候選人的規格 你現在搞到去新加坡變成 我們記者好像像真信社一樣 還要去打聽你去哪裡 這像話嗎